来看一名妇人她准备从国道上下家流道的时候 一个不小心发生了三连环状车祸 而妇人因此左腿受伤 而女儿呢是在旁边不断的喊肚子饿 车祸现场就是短发妇人紧紧按住肚子 左腿流血表情痛苦 结果一旁的女儿竟然一直喊肚子饿 女儿完全不顾母亲的伤势 只在意自己肚子饿 表情冷漠 旁人间妇人快要站不住赶紧搀扶她 结果女儿竟然在后头打哈欠 这起车祸发生在17号上午 妇人开车行经国道3号屏东县长治交流道前 准备下交流道时 后方一辆车突然急鞋而来 让她吓一跳赶紧变换车道 后头的资源回收车闪避不及整个撞上后 妇人的车又撞到另一辆脚车 打内侧灯 打内侧灯 打内侧灯就是腿好痛 对啊 希望队员赶紧将妇人送医治疗 至于造势原因警方还在调查理清 只是妇人受伤 女儿却在一旁冷漠的喊肚子饿 让在场的民众都觉得实在太夸张 选选张出网约方 评论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